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 于是便有了大包干 包产到户的政策 那时候 农村的土地寸土寸金 为了巴掌大一块地方 大家都能争得面红耳赤 甚至大打出手 其实也不能说是人们小气 那时候的农村人没别的经济来源 几乎都靠跑点土地讨生活 那土地就是人们的命根子 有一年 村子里的阴阳先生夏师傅 正在家里烧火做饭 村里徐建庆 徐建平的老娘慌慌张张 匆匆忙忙地跑来 一脸惊恐地说 他女儿被王二牛的鬼魂附了身 正提着刀追赶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已经被砍伤了 让夏师傅赶紧过去一趟 夏师傅很是诧异 这青天白日的 怎么还有鬼附身的事 但也顾不得多问 人命关天的事迟不得 赶紧收拾着 就跟张老太太赶往他家 一路挤走 夏师傅心里很是不解 这王二牛在村里 是出了名的憨厚老师 只是造化弄人 半年前帮人干活 才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 这都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他无缘无故 怎么会上这张老太太女儿的身 还非要提着刀伤人 夏师傅问张老太太 你可知道 王二牛为何要上你女儿的身伤人呢 张老太太摇着说 具体什么原因 我也不清楚 今天上午 女儿突然就从厨房提了菜刀出来 二话不说 就砍了老大肩膀一刀 幸好刀不封闭 老大伤得不重 捂着伤口逃走了 他又叫嚣着 冲进隔壁去找老二 幸亏有老大的提醒 老二跟着就跑了出来 才幸免于难 我一听这说话声音 竟然是死去王二牛的 就赶紧来找你了 夏师傅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就没说话了 可心里有些乐呵 这张老太太的两个儿子 可不是省油的灯 老大徐建平 老二徐建庆 两人平时骄横跋扈 威非作歹 在村里很不受待见 如今被自家人给伤了 也算是报应 等到了张老太太家 夏师傅 老远就看到张老太太女儿 指手画脚 正对徐家两兄弟破口大骂 王二牛的老婆在一旁 拉着他的手 不停地劝说什么 对面徐家两兄弟 吓得战战兢兢 脸色苍白 眼睛死死盯着两个女人 做好了稍有不对 撒腿就跑的动作 张老太太女儿 看到夏师傅身影 显然知道她来所为 合适 脸色有些害怕 一个女人发出了男人的声音 扯开嗓子说 夏师傅 你别赶我走 你别赶我走 夏师傅一听这声音 果然是王二牛的 于是走了过去 问道 二牛 你怎么回来了 又是什么事 非要搞的拿刀伤人 本来已经快平静一些的 张老太太女儿 一听这话 顿时又怒火冲天了 指着徐家两兄弟 对夏师傅说道 这两个畜生 平时就欺负我不少 觉得我走了 老婆孩子成了孤儿寡母 更好欺负 竟然强占了 我家一大块土地 随着张老太太女儿一说 夏师傅也明白了 事情经过 这王家和徐家 本是相隔不远的邻居 徐家老大快要结婚了 要建房分家 找来找去 最后看中了 王二牛家的一块地 要拿自家树林旁的地 做交换 王二牛家这块地 宽阔向阳 也很肥沃 种起庄稼 年年收成都不错 而徐家给出的地 不仅贫瘠 而且常年因为树林遮挡 阳光太少 只能种些耐阴的农作物 局限性实在太大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欺负人的事 王二牛老婆 当然不愿意交换 可徐家两兄弟为人霸道 又欺负王家 没了当家人 摆明了强患 也就给王二牛老婆说理声 就开始拉砖平地 大兴土木地 要在那地上面建房了 王二牛走了 家里就胜孤儿寡母 势单力薄 也惹不起蛮横的 徐家两兄弟 看着别人就这样 占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拦了几次 还被徐家两兄弟 给轰走了 王二牛老婆实在无奈 终日只能以泪洗面 夜夜跑到王二牛坟头 诉说哭泣 另一边的王二牛 知道这时候 勃然大怒 那地是他家最好的一块地 换了不是要人命吗 何况自家老婆孩子受了天大委屈 于是出来 就上了张老太太女儿的身 提着菜刀 要给徐家两兄弟一个教训 最后也亏王二牛老婆心善 看到张老太太女儿 竟然发出王二牛的声音 又提着刀一路追人 害怕真的闹出人命 于心不忍 才赶紧把人给劝住 不然曾经撞得如牛的王二牛 怕是早就把徐家两人给活劈了 张老太太女儿说完事情经过 突然两腿一弯 跪在夏师傅跟前说 夏师傅 这是你得给我做个主 不是我王二牛硬要过来胡闹 是徐家的人实在欺人太甚 夏师傅慌忙将人扶起 扭头看着徐家两兄弟说 这是是因你们而起 现在你们得拿句话出来 徐家两兄弟唯唯诺诺相识一言 老大徐建平说 那地我们不换了 夏师傅 你快让他走吧 张老太太女儿又说 那不行 要让我离开 你们还必须得保证以后 不能再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不然 今天我就批了你们永绝后患 徐家两兄弟听得毛骨悚然 慌忙指天发誓 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 不会再欺负王二牛一家 夏师傅就在一边也不说话 直到看着张老太太女儿 脸色变得有些白了 这才开口说 二牛 快走吧 你再待在人家身上 就要人命了 看着张老太太女儿 依然盯着徐家两兄弟 明显很不放心的样子 夏师傅叹了口气 二牛 这是 我给也给你做个保证 以后他们再欺负人 我定饶不了他们 大家都知道 夏师傅说话是言出必行 说一不二 有这话在 张老太太女儿放心了 恋恋不舍地看了看自己老婆 又去看了一眼孩子 随后人一晃 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这时候 大家都知道 王二牛走了 王二牛老婆泪眼婆娑 帮着张老太太 急忙把他昏迷的女儿 扶进了屋去 等王二牛老婆出来时 夏师傅给他说 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 以后再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夏师傅又对徐家两兄弟说 你们以前在村里胡作非为惯了 这次终于尝到苦头了吧 别炸着自己有点能耐 胆大妄为 就去随意欺负别人 俗话说 兔子急了还咬人 一旦逼急人 你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的 也不知道是听见了 夏师傅的劝诫 还是王二牛的鬼魂震慑了两人 从那以后 徐家两兄弟跋扈的性格 果然收敛了许多 与村里人也和睦了不少 第二篇 斗法 夏师傅说 他曾有心见过两个会法术的高人 施展的法术简直神乎其神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 已经拜了师 学了几年画纱曲鞋的手艺 那是一年夏天 镇上有户人家是夏师傅亲戚 正赶上大半喜事 于是提前打了招呼 让夏师傅头一天就去帮忙 正酒前一天晚上是花宴 中午的人倒也不多 也就寥寥几桌 所以夏师傅并不是太忙 午饭时候 路边忽然来了一个老头 六十多岁的样子 皮肤有黑 还有些干瘦 这老头走到夏师傅亲戚跟前 拱着手说 看主人家张灯结彩 热热闹闹 老头我也过来讨口饭吃 沾点喜气 还望主人家不要介意 夏师傅亲戚本就好客 一听这话 更是笑嘱颜开 急忙邀请老头坐下 与夏师傅同桌 老头看着呵呵善善 坐上桌就和人打起招呼 说起话来 饭吃一半 临桌忽然有个年过半百的人 敲着桌子大声嚷嚷起来 这酒早就见底了 怎么还没人拿来 夏师傅看了那人一眼 急忙起身提了灌酒过去 那人一言不发地接了酒 似乎有些埋怨 夏师傅的酒来吃了 这时候 夏师傅的亲戚 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对那人陪着笑脸说 大表叔 你看我这记性 忙前忙后就给忙忘了 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放在心上 夏师傅转身走了几步 不禁小声嘀咕了几句 也没见喝多少 他怎么就耍起酒疯了 夏师傅亲戚在旁边 慌忙拉了拉下师傅胳膊 低声说 这些话可说不得 一不小心被他听到了 有你苦头吃的 夏师傅亲戚又压低了声音说 这人也姓李 曾经当过几年道士 修过道 学过好些法术 绰号李道士 这李道士为人小气 脾气也有些古怪 村里不少人莫名其妙地 就得罪了他 可没少受他的捉弄 夏师傅后颈一凉 没想到这其貌不扬的人 竟然会法术 自己学的皮毛可比不得 兴许是夏师傅亲戚的声音 大了些 那坐着的李道士 忽然看了过来 狠狠瞪了夏师傅一眼 吓得夏师傅亲戚 连忙闭了口 夏师傅本以为 这事就这么过了 谁知道刚坐上桌 架了些菜吃进嘴里 胃里顿时一阵翻滚反胃 把吃进去的菜 立马吐了出来 夏师傅急忙喝了点水 休息一下 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又吃一口菜 谁知胃里又再次翻滚起来 吃下的菜又吐了出来 再看一桌的人 吃得津津有味 显然不是菜的问题 这时候 夏师傅哪能不知道 是那李道士倒的鬼 怒气冲冲的 就要找他说理 一旁的一只笑呵呵的老头 忽然伸手摁住了夏师傅 在他身上拍了拍 说 小娃子 没事了 好好吃东西 夏师傅将信将疑地 看了老头一眼 夹一口菜吃进嘴里 还真就顺顺利利地咽下了肚 临桌一直瞄着夏师傅的李道士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法术被破了 一脸震惊地看着老头 老头转身呵呵一笑 对李道士说 脾气又臭 学点皮毛法术 就拿去显摆捉弄人 一把年纪了 丢不丢脸呢 李道士顿时怒了 端着酒碗就要发火 老头又说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又是主人家的大喜日子 我们也别闹气 以和为贵 干脆我们一人露几手 也给大家增添点乐趣 热闹热闹 李道士一听 这不就是变相的斗法吗 于是一口答应下来 院坝边上 有三口用十块 临时搭建的大土造 李道士走到一口锅前 看着里面沸腾滚烫的开水 二话不说 就把手伸了进去 两手搅着水 竟在里面悠哉乐哉地搓起手来 等看着围观的人 一个个缩写脖子 露出震惊的眼神 李道士才心满意足地 把手拿了出来 在自己身上擦了擦水珠 冲老头黑黑一笑 老头也走到土造前 看着下面熊熊燃烧的大火 热浪吸人之下 把手伸进了灶里 在里面扒开干柴 找了又找 翻了又翻 最后拿出一块 左右拳头大小的木炭 通红的木炭 在老头手里还燃着火焰 老头一手拿着 一手从锅里咬了一些废水 浇到木炭上 连浇几次 那火焰纹丝不灭 丝毫不见水能灭火之事 李道士冷哼一声 看到院巴外面的水池 几步走了过去 对着水池动了动嘴唇 不一会儿 只见水里月儿竟争先恐后游了过来 密密麻麻挤在了李道士跟前 李道士拍了拍手 又去找了一个箩筐 直接扔到水里 扯着绳子 打起半箩筐的水来 那水晶也不顺着缝气流走 稳稳地装在箩筐里面 李道士弯着腰 伸手捉住了两条稍大的鱼 那鱼也不挣扎 任由李道士抓上了岸 李道士对下师父亲戚吆喝一声 李老妖 今晚把这鱼给烧了下酒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老头看到这木 也是点了点头 随手就把木炭扔进灶里 又从主人家桌上 剪了一张废弃的红纸 要来剪刀 几下就剪出了一条鱼的形状 足有一尺多长 老头拿着红纸鱼 也往水池走去 边走边念了几句咒语 到了池边 将红纸鱼放入水中 这时 刚一入水 那纸鱼竟就活了过来 在水中摇头摆尾 活灵活现 如鱼儿一般 在水池里游来游去 甚至不时还潜入水中嬉戏 围观的人不禁拍手称快 李倒是却有些急了 把手里两条鱼扔进了箩筐 立马脱下自己一只草鞋 念叨几句 就把草鞋扔进水里 手指一指 草鞋浴水划成一条连鱼 直奔红纸鱼而去 追着他不停撞击 也就几个眨眼的功夫 红纸鱼就飘在了水面 一动不动 围观的人面面相去 再看老头 他也不生气 伸出手掌 似在捏了一个道诀 对着天空嘴里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天上竟飞来几只白色大鸟 扑腾着翅膀落入水中 大嘴一张 不停啄着连鱼 连鱼四处躲藏 却难敌众口 其中一只一口将它掀起 再震翅一飞 带着连鱼就往天上飞去 连鱼出水即便 又成了一只草鞋 李倒是急了 一声呵斥 那娘似乎受了惊 赶紧把鞋子扔了下来 李倒是跑去捡回来 草鞋已经被啄了几个洞 根本不能穿了 李倒是黑着一张脸 似乎有些潜驴技穷 又似乎是心疼那只鞋子 老头笑着说 天气炎热 大家都汗流加倍的 容易气火攻心 我来让大家凉快凉快 说完 老头抬头望天 变了方位 丙烛燃香 快速念起咒语 念完一声大鹤 风起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 忽然飘来一朵黑云 将太阳遮住 接着四周树叶沙沙作响 风声呼啸 阵阵凉风吹起 让所有人不禁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 见识到老头这般呼风手段 所有人立马拍手叫好 惊叹不已 李倒是脸色由红转轻 沉默好久才绷着脸说 我自愧不如 这呼风唤雨的能耐实在太难 比不上 比不上 老头连连摆手说 法术又不是学来比较的 没有谁强谁弱 一说 今天只是博人一笑而已 老头说完 又对夏师傅亲戚抱全感谢 感谢米饭之恩 说着大步一脉往路上走去 老头分明走得不快 可似乎又走得很急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长长的道路上 就不见他的身影了 这时风停了 乌云散去 烈日再次当空 李倒是看着老头离开 低着头沉默不语 似乎思索着什么 也转身走了 一群围观的人窃窃私语 依旧意犹未尽 夏师傅也是心神震撼 不禁感叹 这李倒是目中无人 这下终于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了 好了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敬请期待